OK 聽到這首歌曲在牛奶 夜來文 武士刀這樣專輯裡頭的滾開 是 我們當然不能叫它滾開啦 它這張專輯武士刀我覺得 還沒有買專輯的朋友們還是要再強調 不是日本武士刀那個武士刀 就是舞蹈式刀 對 舞蹈是我的武器 對啊 對 那所以 因為在專輯當中也有一首歌叫做武士刀 那這次是請到那個黃子嬌 嬌哥然後幫我寫詞 那其實當初在 就是經紀人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是希望嬌哥能夠把我這三年 沉淺然後再出發的一個心情寫在裡面 然後嬌哥因為他是鬼才嘛 然後一聽完 然後不用一天就寫出這個詞 然後重點那個詞其實 呃 詞句的表達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都是寫掉了我的心情 所以那時候在唱的時候 其實是一首快歌 但是我都唱到覺得很有感覺 都快哭了 呵呵呵呵 真的 因為你如果聽一下歌詞 武士刀歌詞一開始是 燈光照著我 我不會再放手 你給我三分鐘 舞台會天搖地凍 對 就是 然後後面也有 我不用太囉嗦 身體會幫我說 風雨都走過 武士刀現在出手 有沒有 你就感覺好像 真的是在寫我的 當時的心情 然後再出發這一次的心情 然後就 嗯 就是很開心啦 能夠唱到這樣子的歌詞 我覺得大家還是會很關心說 這三年接牛奶到底來做些什麼 我很壓抑的一點是 他還跑去新加坡主持節目啊 對啊 其實這真的是 因緣際會 有時候真的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那那時候 離開那時候就是 先坐在自己的教室教舞 然後後來有機會 找去新加坡教跳舞 然後去教跳舞的時候有電視台來拍 然後拍的時候呢 拍到了我後來電視台 就打電話給我 以前新加坡的宣傳 然後就說 欸 牛奶現在沒事啊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主持的Live的節目 問他想不想來主持 那其實我那時候很掙扎 因為我想說 我之前才跟大家說 我要離開了嘛 那 如果我現在再回去 怪怪的 對對對 好像就變成說 我就是實演 對 言而無信這樣 對 他實演的話就會肥一點 也還蠻好的 欸 但我變瘦了耶 對 然後或者是有些歌 因為歌迷之前又在網路上講說 我就是要單飛啊 或什麼我拋棄啊 然後其實那時候聽到心裡是還蠻難過的 所以就一直掙扎 然後後來也是碰到了貴人 他就跟我講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就覺得說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年紀 有這樣的機會 我應該去做 對 因為畢竟我已經選擇了 人生的另外一條道路 那 其實也會有很多無限的可能啦 叫我不要去放棄機會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就覺得 那就去做吧 對 然後 好不好玩 很難得的今天 因為那個 因為我從來 我以前可能有主持過娛樂新聞 或主持一些外景節目 甚至也主持那種綜藝節目 但是我 但是 變成在新加坡 我變成是主 主要 主Key 嗯 而且你重點是主持那種 像 選秀節目 星光大道那樣子的節目 那變成說你時間的掌握 然後都很重要 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學習的方式 嗯 所以學習到很多 也很謝謝新加坡的朋友 然後不氣嫌我 然後給我這樣的機會 對 我想到新加坡的朋友們 竟然還有 這個是第一個看的牛奶這樣子 真正的一個人出來主持 對啊 其實那時候很害怕 但是我就覺得 既然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做好嘛 然後之後 發完之後才有機會出EP 嗯 然後出EP之後 然後 出EP是 0...06年的年底 嗯 對 然後你其實到現在出專輯 已經又大概要一年半的時間 嗯 對 那EP的歌其實也在 武士道的專輯裡頭聽得到 對 武士道裡面有三首在裡面 嗯 對 就是這個 傀儡 剛剛聽到的 滾開 然後還有傀儡 然後還有點水蜻蜓 嗯 也是放在專輯當中 所以如果你錯過EP的話沒有關係 這張專輯就不要錯過了 接下來我們要聽到的這一首歌呢 是 專輯裡頭呢 請恭喜 非常受歡迎的 因為牛奶之前有一個 算是讓大家來 票選 嗯 主打歌什麼 對不對 沒有就是放有一個新歌的搶聽會 然後有五首歌讓大家來炫 嗯 然後結果大家好像都覺得 這首歌不錯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嗯 這是 靈感取材字耶 王文華倒數第二個女朋友嗎 沒有 其實是 取之於之前 傑西卡愛巴的電影 沒有 沒有啦 那個抬頭啦 但是他其實的意思就是寫 是在講說 就是 嗯 現在可能像我們很多談戀愛 但是因為 自己當時可能 有些人是不珍惜啊 或者是 因為自己的情緒 然後就分手 但分手之後 你還想要再跟 那個人在一起 你才發現 你發現了之前的這個 女朋友的好 你還想要再回去找她 但是可能 已經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她有別的男朋友 嗯 或者是她 已經出國 或者是去做什麼別的事情 嗯 那其實也是很深層的意義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珍惜 不要到時候都變成了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如果講的比較通俗一點 就是叫做 看得到但是 吃不到也碰不到 你知道 我怎麼說倒數第二個男朋友嗎 嗯 就是 我現在還跟 跟別人在聊起別人的事情的時候 就這 就是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其實就是你結婚之前的 最後一個了 哦 對 嗯 真的 真的 所以 倒數的第二個男朋友 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 或許會影響到 你結婚的對象挑選 對 嗯 對 所以有些人可能 像大家都交往很長時間 有沒有 交往十年 然後 一分手馬上 認識一個不到三個月就結婚了 感覺之前好像受創很深 沒有就是 前面的十年到底在做什麼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 其實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那也都是一個 回憶嘛 不管是 好或不好 嗯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一個人生的 應該都是一個旅程啦 嗯 因為我也沒有 太多這種 青年 哈哈哈哈 我只是覺得 如果 如果有 有 最近有朋友結婚的話 這 這首歌可以送給他有沒有 我想一下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 哈哈 啊 對不起 我是壞人 我們來聽歌 我來聽歌